大家好,我是滅仔 今日是說香港人傭人,傭人不傭, melt 有愛极的傭工 傭姐,謝謝性,姜麗文造成雙夢 Muito真それでは接受 已經被人虐待了 突然致死了 死了嗎? 對,真的死了 沒錯,不過真理性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已經是2016年開 16年,然後死因庭就開始審 到今個月7日,就這件事展開言訊 我們看看這件事是甚麼事 都給個讚好,支持資料搜集 你有沒有請到工人?請不請到工人? 現在封關那種? 我很多朋友都請不到 香港人多貴 很多人請一個工人回來便宜 幾千元和你搞定你想他做的事 但也不是一天做21個小時 他很離譜 一天24小時,三個小時睡覺 一天凌晨都會找人 我相信他現在這件事,你不是大富豪吧 甚麼大富豪 我意思是,當你真的富豪級 24小時有人招呼你 那你都是輪耕制 不會一耕過 真慘 工人撞隻港女 是啊,你問一下 李嘉誠先生,他應該也有請人招呼他 服侍他 一定有的 他會不會24小時用到他盡 不清楚他應該不止一個半個 那就是 我當你八個小時一間 起碼找三批人輪流招呼他 要籠住妻 喂 人家嘛 是不是 人家 不過不是這樣 那邊又不是這樣說 這位僱主說得很誇張 那些言論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們看看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原來有一個菲律賓的外籍女傭 來了香港衛生僱主 做事做了四個月 做造下之際 在故主家中昏迷死亡 很嚴重 是啊,死恩婷就住這件事 展開了言訊 我們看看究竟這件事是怎樣 這個死者是菲律賓籍的 中年46歲 在16年尾 受聘於香港的其中一個家庭 所以他在16年尾的時候 然後來香港做家庭 去到17年4月4日 突然之間 說到那一天 他在僱主家中突然昏迷 送院後不治 而說到 旅容的僱主今年1月 已經移民了 離開香港了 人都走了 這些 不是法庭案件未完 都可以這樣被人走 這件事他撤死 又不是謀財害命那些 為何一個四十多歲的人會撤死 所以就要召開死恩婷 究竟那個責任誰屬 那得理用過他的時候 當然 那他先走了嗎? 那人隱事嗎? 你說你撤壞了他 那當然不能離開 簡直撤壞他 這就是要研究 撤死的工作過勞 得理洗換他 然後他死了 然後移民了 嘩 嘩 這是什麼 還是他本身有暗病 這個容工呢 搞得好像這些 主人版陳同佳 好慘喔 其實有些人說到 你移民了外國之後 慎其中一件事 很難請容工 又說貴 一萬多元一個 那當然啦 你香港很便宜 五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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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要花錢不花半 那種 唉 搬碟台什麼都要做 那我們看看 究竟這些電視 去到那個環境 說這個女傭的妹妹 透過視像 就做工 指出他姐姐 二十歲的時候 因為腦膜炎入院 其實都試過腦膜炎 他本身的底質也比較差 在醫院 或者他們當地 我猜應該是當地 菲律賓那邊 醫也醫不好 但是呢 用了古法治療之後 就好了 什麼古法 不知道那些什麼古法治療 茅山那些 三肢香頭轉幾個圈 可能用碗鏗鏗鏗頭 骨落骨落那些 不知道什麼事 這個妹妹說回她姐姐 在2004年 因為在左胸出現狼腫 就要做手術撤除 提及到她有家族的病史 又說她姐姐 後來因為背脊出現腫化 要做手術 她也命苦了 這個其實 先去看看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她妹妹 自己出來作工 本身有慢性病 那姐姐好像身體質素 就不太好 是吧 那 做了一些操縱的事 會不會對她身體大負擔呢 那 是啊 因為她妹妹提及到 她姐姐在2002年開始 曾經去過不同地方 擔任家庸 包括新加坡 16年12月 獲得香港僱主的聘用 所以 去了美夫新村做事 不照顧僱主一家四口 是很好的 我們看看究竟 這個僱主是否很強橫 因為報紙的標題說得很誇張 工人姐姐 即是離世的工人姐姐 做了一個月之後 就跟妹妹 新的 是 哇 很多事情做 就說了 僱主不停大聲 吩咐他做不同的工作 是不是吩咐呢 還是 大聲的命令 是不是呼喝呢 是的 你說大聲吩咐 我真的不知道了 嘩 去到這個位置就驚人了 怎樣 要他凌晨三點鐘起床 就準備小朋友上學的東西 和清潔全屋 為何這麼早 三點鐘 嘩 這些真是奴隸 喂 灰姑娘也沒那麼嚴重 清潔全屋 我三點鐘起床 是的 你不需要睡嗎 不用的 別人清潔全屋 一會兒你又投訴別人 有什麼這麼髒 有什麼這麼髒 要凌晨清潔 他有什麼 吐啊 還是晚上很開心地玩到 然後到地垃圾 為什麼要別人三點鐘起床呢 真的不明白了 你也是人 他也是人 是的 人 你說 請你回來就是要這樣的 機械人 隨全隨到 要不然請你回來做什麼 如果是這樣的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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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些外傭拍片 又罵一些僱主 我們都是在印尼啊 那些 是的 真的 更加說到 他姐姐 要接送小孩 上課 下課之餘 更加要清洗 完醉夜 即是要說到 他要做一些清潔 洗衣 那些 醉夜 那個女僱主的衣服 可能她很曬 很夜 還有一些髒的衣服 扔出來 說到僱主要洗完 好睡 每天大概 要到晚上11點到12點才可以睡 嗯 那你想一下 我當你11點多 三點鐘要起床 嗯 二十個小時 一天最少 真可憐 一邊 你行不行 我先問一下他 他 他的僱主行不行 他 沒有的 神經病我需要做這些事 我請人回來做這些事 你問我把鬼 他不是打工嗎 做生意 哦 外面做事 他的命不是這樣 他的命 你又不是打工 他又不是打工 神經病 你說這件事 很多人都不認同你 他們有幾個臭錢 請下人回來 他又不是下人 他又被罵了 他們喜歡這樣說 他們以前是這樣說 古代又叫下人 吃飯都要進廚房吃 我說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是啊 我不請工人 趙 我需要請工人 我覺得你請一個幫助 助手 幫忙 那下屬 不要嚇人 你當他是一個員工 你當他是老闆的員工 你是老闆的員工 很多人就是 其實他是幫助你處理家務 員工應該是員工 家庭用工 但是當作下人 好像以前的黑奴 那些叫什麼 妹仔 是啊 那種 他用態度 他無法分 根本上他想著就是這樣 我請過下人 奴隸 以前的黑奴 那種態度對待 哪有這麼節奏 晚上11點 12點 凌晨3點 要人起床 正常都八個小時 我當你 你說我都是每天睡五個小時 所以他有四個小時差不多 這樣 你行 人來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那個人 會睡那麼少 我不相信 有些叫做工作狂 我知道有 但是他也是打工 這件事 但是他老闆沒有逼他 我相信 我當時也有個終點 他每兩天就上來一次 我經常都 是啊 家裡必須什麼 這麼乾淨 一個星期一次就行 抹什麼 有些人很喜歡洗人 天天都要清潔抹窗 神經病 你這隻窗 今天星期二抹完 星期四又抹 誰又洗抹那麼多 一個星期抹一次就行 是吧 有些人不是的 就是他那些 天天洗人不洗本 天天不斷跟你 嘩 來啊 來啊 你 你說請你回來 做那些家務 很輕鬆的事情 有些人 就自己工作狂 有些是這樣的 他不可以讓他請回來的夥計 或者是他的用工 看到他沒有工作 停下來 看到他沒有工作 我們經常聽到 有個老闆 請個夥計回來 嗯 不懂得找工作 看他找手機 傳WhatsApp 我跟你心想 正常啊 沒有工作的時候 現在找手機 在那邊打機 我請你回去做這些 有些人是他不讓他停 是 他要用到他盡 但是你想想 香港 你說剛才說的 你老闆 古板一些 可能有這種態度 但你用差不多兩三萬 請一個人回來 喂 你現在請個用工回來 幾千元 你可不可以試 那個人本身 對別人也不是這麼好 他不當他人 看待 什麼人 他當那件事物 即是 他可能用盡他 我舉例 我不知道現在請個工人姐姐 要多少錢 那我當你 五、六千元 我當你六千元 嘩 我現在用到最盡 最底 不用六千元 舉例 五千多 五千 好像現在 看看 那 他就計算了 我除了三十天 舉例 每天要多少錢 然後我再除了幾個鐘 平均我每個鐘 我應該可以用到多少錢 好 外融 葵青區最便宜 四千八百多 最貴中西區 五千四百多 對 大概都是這個中位數 五千元 那你就有一些 對 拉文計 拉文計 說我每個鐘要用到一毫子 一天的鐘 我就最划算了 那些 如果你說做藝人 我剛才還說 其實有份工跟這些差不多辛苦 做藝人就很辛苦 但是那份工如果你說有前途 可以上的 就說 因為你這些做外融 基本上 你日日都是 阿屎阿尿的 要人照顧 這些日常生活 我經常覺得 我自己個人 譬如我請個人回來做這些 鑰匙 隨便休息一下 可以 就下班了 做人都不要那麼老諷 你沒有意思 他做這些事情沒有前途 老實 自己都美美美美 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說一個禮拜一次出馬 一次出馬 一次出馬就行了 不要搞震 吵著小孩睡覺 最重要的是 有些位置是否這麼重要 除了說 一天做十一二個小時 不是 十個小時起跳 不是 二十個小時起跳 更加 妹妹形容她姐 她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你每天這樣做 神仙都死了 神仙難救 阿洛斯華森尼加都被你做低 真的 是啊 她說她姐出現頭痛 背部痛的症狀 當然了 你都不夠睡 她本身自己 其實這個外容 聽她說 她的身體體質還是差一點 是差 你差再 你本身的質素不高 即是說身體質素不高 再加上你長期 這個是長期的疲倦 導致她的症狀出現 嘩 離譜到 說到 那個 那個 那個妹妹 她姐姐跟她說過 那個僱主 曾經 要求 那個工人姐姐 來M的時候 即是驚奇來的時候 不讓她在家裡換衛生巾 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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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沒有說 要她去樓下 供廚 變態 真是 變態 我真是忍不住了 哈哈 你說吧 這些混蛋 是要吊的 真是 賤人 搞那錯 對 我這麼斯文 你說話 對 你真的 你不 你請她回來 你老闆也不會叫你什麼 離譜 癡 神經病 神經病 這些是人權 沒有人 滅絕了人性 有什麼問題呢 有些人會迷信 女人的驚血 會有些 他自己不是女人 我不知 這個女人來的 有鞭 有靶 有靶 我猜她 有股脫 不知道 怕她老公見到 會瘦性大發 聞到血腥味 僵屍出來 神經病 更加 要求她姐姐 即是這位僱主 要求她做了大量的家務 才准吃飯 喂 這些是黑爐 搞到人家 是呀 你怎麼搞那些 死人電視劇 那些 那些 這些搞 還要 那些人遣返回來 這個妹妹繼續說到 由於她姐姐 經常被僱主 指著她的頭來罵 你看得到 已經 我不知道僱主 究竟是 男的那個 還是女的那個 還是 Bow of them 但是 這個行為 已經是極盡羞辱 你指著人家的頭來罵 你想想 李老闆指著你的頭來罵 你都覺得很沒面子 樂你面子 甚至乎 什麼 你都批豹不混 那你 你說 日對夜對 日對夜對 真是那個 你極度傷害她的自尊心 那麼 她姐姐 又認為 那個僱主 會傷害她 是的 所以 那個姐姐 不再信任 僱主提供給她的食物 自己買餅乾 和牛奶 但是吃不飽了 要偷偷地吃 沒得不做這個嗎 沒得投訴 香港的機制那麼差 是 其實如果香港外傭協會做得好一點 嗯 叫她說 喂 你有一個報告 我們做些什麼 不滿意 看看他們怎麼可以換家庭 backlist做這些 混蛋 你可以選擇 當然 外籍容工那些 有些叫做中介 對嗎 或者那些 怎樣去幫這些情況 喂 你 僱主 都有時候說 會遇到害怕 擔心 遇到一些 手腳不乾淨 或者比較 心底 一些古靈星怪的工人姐姐 OK 你也會擔心 其實是雙向的 雙向的 大家都會互相擔心 因為不熟 所以怎樣去一個機制 去保障雙方 我也覺得 可能不知政府來的 會不會去研究一下 但是 說到這個女傭 曾經跟僱主反映 重新 她在合約下的權利 哦 他OK 大家 喂 我只是打工 而已 合約寫明 是這樣的 沒理由要我 誰不知 僱主聽完之後 扯火 扯火 有什麼用 他們 你應該有個條例 清清楚楚 你去到這家家做事 不開心 跟我們反映 我們就平击過之後 然後怎樣去調去別處 或者 backlist那個人 就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去做 我覺得這些 真是雙向 這個位置做得不好 原來講到說 這個工人姐姐 她都走回中介投訴 原來她的僱主 現在她的僱主 有不良的記錄 被幾間公司列 黑名單 那為什麼還可以 讓她請到工人呢 為什麼呢 這間公司 都有她的責任 是啊 那 說到說 她的姐姐 最後在3月19日辭職 因為知道這樣的情況 就是問誰 喂 那些人經常說 山仔要考牌 請這些工人姐姐 我看來都要考牌 或者怎樣做一個聯網 每個家庭開個帳戶 如果你打算有心 請一個工人姐姐 究竟有什麼記錄 你所有中介的 都可以一次過禁 好像銀行借錢一樣 檢查一下你的底部有沒有花 等一下那個記錄不太好 不好意思 真的請不到 這件事 我覺得是保障雙方 這件事 無論僱主也好 僱員也好 我覺得是雙方向的 你不可以 喂 好像剛才這樣說 出了能力 被你用到你盡 如果 是啊 你說得出口 看來我不知道 可能他們打工也好 還是自己做生意也好 是不是可以這樣 人家都是這樣對你的 如果你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 我覺得 人家的價值觀本身 就已經有些問題 好了 工人姐姐的妹妹 提及到 她說她跟她姐姐 最後一次通話 就在3月31日 當時她姐姐很興奮 因為可以快要回鄉下 然後就死了 對 然後到4月4日 就接獲她姐姐的死訊 為什麼 不知道 可能會不會太累 突然內臟到我家 同樣 在有美副新村工作的外傭 就上了這個死恩婷的作證 她就說 她僱主的小孩 和這位離世的女傭的小孩 讀同一間小學 所以她們平時送小孩上學的時候 都會見面 她指出 對方 即是說這位離世的女傭 她的性格是很安靜的 很少說自己的事情 但是透露過工作上遇到壓力 平日工作要做到晚上12點 看來應該也是真的 對吧 又說這樣也很累 人家的觀感 看來對方是怎樣 這件事都很重要 這位外傭姐姐 外傭容公 她說她記得 見過這位死者 她平時走路 她說很慢 摔低頭 雙肩向前 見到她的身體狀況都很弱 即是覺得她已經好像散散的 你想想 這些行路姿勢 通常是甚麼情況 很累 老人家 狀態很差 很差 散散的情況 是啊 所以換句話說 一個比較年輕力臟的女士 外傭女士 在出現她的身上 一定是身體出現了甚麼問題 是吧 就這件事 大家都覺得 很奇怪 是不是真的 香港人的性格 有些 不要說全部 請人 請人回來 是啊 有些人 我們很多都是聽到的 在 工人姐姐 有些就說 對小朋友很粗暴 又或者怎樣虐待小朋友 當然 同時間 我們聽到 有些僱主 怎樣很 刻薄對她的員工 我只能這樣說 刻薄對她的員工 當然 鋪床折皮 更加 這位 說到她是需要 有些工人姐姐 有休息日 有些工人姐姐 放假 出去玩完 回來 都要立即做事 繼續 我想大部份都是這樣 有些碗還沒洗 就跟我搞了她 一定是 一定是 有很多 盡雞的 真的 你有一個工人在這裏 你怎會自己洗碗 你想想 有些衣服還沒洗 他也從外出洗衣服 要洗衣服 疫情 肯定是 你快點換好衣服 分機洗 離譜 中忙 肯定有 那種心態 是很不好的 有些當然 很和諧 我也見過 我身邊有朋友 都有請工人姐姐 那個工人姐姐 跟他們服務了很多年 有時候 我見到他們 見到她 那個工人姐姐 都有傾笑 有時候 大家 見了那麼久 認識了朋友很久 就說 買什麼 去哪裏 大家會有 好像朋友 但你不是 大哥 洗錢不洗本 搬碟台 我都說 我見過 我真的見過 有時候 替工人姐姐 很慘 你知道我去同學區上班 那些 那些 工人姐姐跟我說 工人姐姐跟我說 那些工人姐姐 我訂了很多東西 那些工人姐姐 就來拿貨 然後呢 兩個工人姐姐 牽著三個行李箱 來拿貨 裡面當然 塗米油鹽醬酒茶 什麼都有 然後我說 你們可以嗎 兩個人 然後三隻行李箱 重 米 米不是米 一包 就像人家 疫情之下 超市搶東西 那種 那種數個程度 說 訂了那麼多 要拿就要拿的 那 我有時候都看到 哇 就是 你當它是一隻牛 還是當它是什麼呢 當然我明白 你說 請工人姐姐回來 就是幫自己 分擔一下自己 或者幫 有些工序 分配給他們 但是你不是想著 它是萬能的 它不是超人 但是 它是受你那份二分四 真的 那份糧 五千元 中位數大概 那 搬碟台 你出去 你隨便找個 做搬碟台的 地盤也好 哪裏都好 都不止找這個價錢 那你不如找那些大隻 地盤那些夠大隻 是吧 分佬 什麼都可以 即是你本地又可以 外籍又可以 那些大大隻隻 全部fit的 身臟力健 又高大 你叫它爬高爬高 爬低爬低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有些意外 你抹槍 你說抹槍有多少跌死 是吧 弄傷了 背部痛 是吧 我自己覺得有時候 有些事情 不要將你自己的價值觀 然後你就合理化 然後就轉移到別人身上 喂大哥 你那些 做一天做二十個小時 那些完全離譜 什麼叫做 給了錢 出了糧給你就 用到你盡 這個完全我不明白 這個道理 政府怎麼去 或者相關的事情 怎麼去重視 因為 始終 那個姐姐的工作地點 就是她的家裡 沒有辦法監測得到的 那這件事只能夠 靠當事人投訴出去 去反映事情 要他們的公司去教育 他們有一個安全守則 譬如你做幾個小時 又要跟雇主說 你每天要給他八個小時的睡眠 充足 應該簽一份的 是啊 不會沒有 搞外傭搞了這麼多年 是的 還是你要好好地去教育這幫人 有些時間 還是太快 太趕著要他們去上班 就沒有了這個 即前的培訓呢 這樣保障大家 就不想再有這些事件發生 不過你說 即是有些外傭 走了去 做了那些老人家的小老婆 我和你走上半山 看到有個老人家 坐著電動輪椅 穿著短裙給他去抄 我們都看過 我們今天那些相片 那三個所謂的外傭 都是非常之美麗的 嗯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機會 真的 就是這樣 不是 有沒有機會對待外傭 但還是要好好地對別人 是的 當自己是家人 我有個親家 我每個外傭 其實是很好的 對過工人 因為從小到大 照大我的妹夫 結婚的時候 都要斟茶給他的 因為說真的 這些外傭 是放棄了自己家 生了個孩子 兒子 被別人照顧 在菲律賓 印尼那邊 自己過來照顧別人的兒子 這個是犧牲了自己的時間 去幫助我們 希望大家都不要說 這麼難去對待別人 將心比己 當你是人這樣看待 就對了 謝謝 下次見